佛像 佛像擁有多種造型 是宗教和藝術交織 佛像其實它的用意 我們佛像把它分為體像 用三個體 就是佛要給我們的是法 也就是智慧的意思 但是智慧是無形無相 它不需要有一個形象 我們才能升起這種煉目心跟恭敬心 再來用 就是我們可以面對著佛像 然後拜禪 離佛 靜坐 我們會覺得佛跟我們相近 所以這也是我們親近 跟學習佛法的一種方便 佛弟子為了傳法發展出佛像 而寺院裡供奉著形態各異的佛像或菩薩像 據說不論佛或菩薩造型都跟佛陀有關 在西元異世紀的時候 這個菩薩的信仰開始 有這個到菩薩像的時候 工匠就想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他們說 我們就以釋迦牟尼佛的一生 一開始是個王子 他身上穿的各種的珠寶 那之後他拋棄了這些 他成為就是穿起的袈裟 所以這個穿起袈裟就是成為成佛 那麼我們就拿他在王子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的裝扮我們來表述菩薩 故宮南院佛教藝術展廳 展示亞洲地區多尊同住流經佛像 造型不同還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然而追溯歷史最初並沒有佛像 就大概佛面百年之後 就生團開始分裂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佛像造像很有趣 它沒有實際的佛陀形象 就會用成所謂的象徵物 那比如說佛陀的腳印 或者說散蓋或者表演化 就是刻一個菩提樹表示佛的存在 那後來一直到大概西元一世紀前後 這個時候大聖佛教起來了 那開始有具體的佛像出現 一份對佛的思念隨著佛法傳播 只要有佛照圖的地方就有佛像 佛陀一生用圖像表現出來 出生的時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有據說就是有幫他洗玉身體 那到中國來變成是九龍玉太子 那握佛就是佛陀涅槃 等於就是佛陀的涅槃像 那這個其實等於很多人不識字 但是他可以看得懂圖畫 那藉由圖畫這些出家人告訴你 這是佛陀出生 怎麼樣怎麼樣故事 等於有點看圖說故事 從出生到涅槃 佛陀造像讓人跨越千年歲月 觀佛一生 同時也反觀自己的本心 大愛新聞謝喜全 萬嘉鴻 您胡心 綜合報導